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首先来关心的是花莲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花莲因为地形狭长,医疗资源是分布不均 在灾害抢救的时候就备受考验 那么花莲县卫生局持续赔利花莲县灾难医疗团队专业人士 来面对环境灾害所带来的考验 11号的上午是和花莲的慈激医院 共同签订了灾难医疗队资讯化合作备忘录 期盼未来花莲县灾难医疗团队能够提升花莲整体救灾救护的效率 成为全国第一支资讯化灾难医疗团队 花莲县卫生局大礼堂化身救灾场景 由花莲县灾难医疗队DMAT队员与消防局成员 以智慧医疗行动短距呈现在灾害发生时 团队如何与时间赛跑 运用专业技能抢救生命 让与会贵宾理解花莲地勤狭长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在灾害抢救时时常备受考验 这个107人的0206 还有再来040跟098 这些相关的这些灾难 其实因为现在灾难频繁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预防生命的治疗 希望能够借有现代的科技 然后让这些资讯的资讯化的 让我们的抢救能够更先进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成果 跟所有的医院来做分享 然后也可以跟全台湾的医院来做分享 这样的话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是我们这个善良对这个慈悲违环 就是拿着我们这个资讯 希望拿到的一个大家多能够撇担 今天能够成立这个整合的平台 我想是一个非常敬佩 而也要谢谢资讯医院的我们吴副院长 透过我们资讯处理的能力 让整个资讯平台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那这也能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标杆 我想这个平台的建议是一个大标记 而无论是特松队的基础训练 无论是我们的救护 或是我们的医疗的部分 特松队也是分组的 再到我们红会 再到我们整个警察消防 我想这个我要谢谢大家 从0402太鲁阁事故到0918玉里震灾 透过卫生消防两局处级医院等民间单位合作 建立灾害现场伤患处置模式 用最短时间抢救生命 提升花莲整体救灾救护效率 随后由县长徐正卫 辞院副院长吴宾安 共同签订灾难医疗队资讯化合作备忘录 也向与会八家急救责任医院致谢 持续投入DMAT训练 期盼2023花莲线DMAT朝资讯化迈进 也成为全国第一支全面资讯化灾难医疗队伍 记得长方燕华临时报导